我們看到了這個情況 是非常的嚴峻 所以從國家的層面 對國家的安全進行立法 建立法律制度 還有執行的機制 目的就是要把法律的漏洞來處理 我想對香港的 長遠的繁榮穩定 對一國兩制的落實 是非常重要的 中央是堅定的 支持落實一國兩制 所有能支持香港特區發展 促進經濟 改善民生的措施 主要是需要的 中央是全力支持的 我相信 如果把國家安全的底線 把國家安全的情況 能把它處理好 香港特區政府 做好它本身應有的 限制責任 對於一國兩制的發展 的空間 其實是更大的 對於一國兩制的 這項目的 就是要接著 兩個兩制的 階段 一國兩制的 我們可以使用 對於一國兩制的 圖切成